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為什麼我剛剛講 黃醫師講說 你印象很深刻的那個人 包包就放桌上 就讓你這樣子 我有一個 有一個同學 他後來他很有心要回饋 要回報他的鄉里 所以他想回去選鄉長 你知道他在彰化 他說他要回去選鄉長的時候 就有兩個人來 這個黑道的 然後就一把槍放著 說你真的要選嗎 他就說我不選了 這不叫威嚇嗎 威嚇嘛 對不對 氣勢很強 來 剛剛惠祝要補充 對 剛剛你說說那些名牌 那個就是一種威嚇 像我一個朋友 他是上市公司的發言人 那我就發現說 他投資很多在他自己的身上 比如說他都穿名牌的衣服 拿名牌包 我就問他說 你這樣子你的薪水夠 你付這些東西嗎 他說他要的就是要把那些 因為他做IR 就是投資人關係 他說他就要鎮住那些外資 他每次去做法說 除了鎮住 對 他除了他的專業之外 他還要呈現出來這種 很完美的這種形象 他穿的一些精品 他覺得那些外資是會買單 是 是 這個聖美是有朋友說 在高級的精品店裡面 大哭大鬧 因為買不到貨 我先補充就是說 可能男生很難想像的說 我們女生愛爆 可以愛到什麼地步 我先講一個小故事 是另外一個女藝人 我記得我早前當狗仔的時候 會拍一些女藝人的狀況 這個女藝人非常非常的有名 女歌手 然後他就是帶了一個 好漂亮的H牌的包包 然後大家都知道 反正藝人都有保母車 那那一天是 他可能是從一個地方要下來 在那個屋簷底下要下雨 他要等保母車 然後你就看到 因為雨很大 都已經快要打到他了 他無所謂 可是他包不能淋雨 然後原來那個包有雨衣 我就看到他 真的 我不知道還是包專屬的雨衣 然後他非常仔細地拿出來 然後非常仔細地把它穿好 然後還把它拎在你知道 懷裡面 就像小寶寶一樣 因為他很怕他淋到雨 那其實他自己去淋得亂七八糟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對 我有一個朋友 也是愛包成吃 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要需要配貨 然後他也都買買買買 然後他買了一個包之後再訂 那他要買第二個包的時候 的確這個就是他的這個收貨員 就是說現在沒有辦法 尤其其實疫情期間 剛剛宏毅大哥說對了 很多的包都到中國去了 都是他們運過來之後 就那邊全部都有買掉 中國消費力超強 而且是很霸王級的 中國更在乎名牌 對 然後他們就全部都到那裡去 那這邊就沒有了 那我這個朋友 有段時間我問他就是說 因為在我的眼中他就是生活得很好 白富美 他說他睡不著覺 他有憂鬱症了 我說你怎麼了 你發生什麼事 他說為什麼他們不賣我包 然後就是我的思維 就沒有辦法長過來 我這種 就是我的生活就很難想像 為了一個包憂鬱症 他說他哭了好久好久 然後後來我只好陪他去問 到底怎麼回事 他也是在那邊好生氣 也是在那邊掉眼淚 然後他就問那個 還把店長找來 他就問說為什麼不賣我 為什麼 那店長就兩手一攤 就是說我們真的 現在就是沒有了 沒有了 然後好不容易 這個店經理就拿出一個 大概五百多萬的 就說那你要嗎 滾 所以說這個東西 不是他的品味 然後他就覺得說 他只有回一句話 我也覺得滿面 他說你怎麼會覺得 我會用這種包 五百多萬 可是那個顏色不對 款式也不對 就是我的確是大開眼界 就是可能那個族群 不是我們難以想像 的確為了包會生氣 那我就說你為什麼那麼焦慮 你知道他說什麼 他說為什麼我有朋友 在你的店裡可以拿到 而我沒有 為什麼 你就回答我為什麼 他就回答不出來 因為每一個他的 等於是他的這個客戶 他要保密 他總不能講說 我為什麼給他 我為什麼不給你 對不對 他總有一個詞 那慧珠是跑新聞嗎 會不會有很多的 企業家的小老婆 反而是都這個穿戴名牌 當然小老婆一定穿戴名牌 大老婆還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因為小老婆 他能夠抓的就是錢 就是他的其實像我曾經 有參加一個不是我 是我朋友去參加一個 的一個聚會 那回來就跟我抱怨說 他說他去了那個聚會裡頭 很多都是小老婆 那他們的話題都是圍繞在 怎麼樣從老公身上挖到錢 他說他收不到那種話題 小老婆俱樂部嗎 就是可能很 不是他們不是說小老婆 因為可能都是學校的家長 那可能剛好就很臭小 好幾個都是人家的小老婆 那他們就會講說 我今天我叫我現在買了一棟房子 給我怎麼樣的 就是類似這樣的話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對於小老婆來講 其實經濟是他們的安全感 所以他們會想辦法的 要從先生那邊拿到錢 那當然名牌這種東西 因為名牌其實對一個女人來講 事實上在心理學上 可能是有一些加持的作用 所以我覺得像小老婆 會比大老婆更重視穿著 有時候大老婆還捨不得 花老公的錢 但小老婆是絕對是花錢不手軟的 那我們請高超請教一下 這樣的穿著算大老婆還是小老婆 當然是大老婆 因為大老婆是一種 名正言順啊 名正言順啊 對不對 真大家歸秀 而且大老婆這麼有氣質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但如果是小老婆 為什麼穿 我覺得不必看衣服 因為會說基本上就是掌握 因為你老公覺得沒有小三 所以基本上你還是在 财物到時還是在你手裡 還要先確認有沒有 先確認 那聖梅呢 聖梅基本上 聖梅是非常有因緣 如果說我穿得像小三是稱讚 沒有啦 沒有 聖梅那個氣質風度涵養 這個沒有什麼小三跟大老婆之爭 對不對 不必要 一看就知道是一個這個名正言順的 因為我可以給他跳是不是 沒有啦 我說起來 在球場 因為我們在打高爾夫球 在球場你就看得出來 這個帶來的是老婆還是女朋友 太容易了 百分之一百分的出來 怎麼翻 舉例 第一個 真正的老婆穿著都很保守 因為老公也不可能讓他穿得 很花枝招展 第二個是大老婆本身 他也是一個循規盜舉的人 如果他帶的是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的穿著一定不一樣 再來連打球都灑香水 我打球有時候會灑香水 但我是大老婆 那你很可能一半是 還有互動 那個互動就有趣 那個互動太有趣了 那互動就是打不好以後 會去他後面告訴他 抱著他的腰要怎麼轉身 對 會帶小三去打高爾夫球 我覺得根本都不懷好意 就是教他打球 對 教他打球 因為他打球完之後 會去吃飯 吃完飯以後總要休息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我真的那個感弟跟我說 有一個老公 竟然老婆打不好 竟然用球桿敲他老婆 敲到哭 真的喔 然後那個老婆後來就哭 然後收拾 就叫那個感弟把那個球桿收拾 他一個人先回家了 好可憐喔 這個是夫妻打球喔 那如果是小三打球 他會跟他說 這個我也會這樣啊 來 沒關係 再一次 好現實喔 我會說 你會說 你會說